单局16比14陈梦 射险过关 首局陈梦从早田反手突破 继战术有效很快取得8比1的开局 这样的比分还是多少有些意外 早田身高必长是日本除了伊藤以外 第二个可以给国平带来威胁的选手 早田也曾经战胜过刘世文 第一局早田的攻势很猛 但都被陈梦化解 陈梦11比4先下一局 陈梦和早田已经很久没交过手了 早田和孙颖莎的交手次数多一些 球星挑战赛 大满贯赛孙颖莎都是3比0 战胜早田 但是每一局 孙颖莎打的都不是太顺利 都是后来居上 第二局双方比分胶着 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双方的技战术都是一样的 都是从对方的反手位进行突破 双方从一平一直站到四平 四平早田发球 早田发测拳 加转一只陈梦上手 陈梦摆 早田上手加质量反拉 陈梦反拉失误 早田把比分反超 双方或多或少有些不适应 陈梦的两个发球 早田上手都出现了失误 双方打成六平 双方比拼得十分激烈 都想用高质量压制对手 高质量就避免不了失误 双方比分紧咬 双方又站至八平 早田发球加转 陈梦接 发球失误 比分八比九 早田发球 陈梦拧起来 双方进行对攻 陈梦抓住机会 着急打丢了 这样反而早田率先拿到局点 陈梦球直接得了一分 陈梦的第二个发球 早田接的也不好 陈梦上手 被早田化解 早田变现 球出界了 双方打成十平 可以看出陈梦的进攻质量非常高了 早田还能扛住 早田最近确实也掌球了 双方都打出了很高的水平 稍有松懈这回丢分 双方一直站到十四平 早田发球 还是从陈梦的反手突破 接着正手攻 早田正手很有威胁 十五比十四 早田局点 陈梦发球调动早田 陈梦反手拉球出现失误 早田十六比十四 艰难拿下第二局 双方大比分 打成一比一 第三局 陈梦再次掌控了场上节奏 一波得分高潮 五比零开局 陈梦发球出台 早田拉起来 陈梦防住 早田加质量 陈梦反拉失误 比分五比一 陈梦把落点打开 早田也是化身拼命三郎 一个劲的加质量 陈梦越防越稳 早田变落点失误 陈梦强势的反拍 早田还能化解 也展示了早田的实力 早田扛住陈梦的进攻 还可以化 被动为主动打出落点 陈梦反而被动丢分 比分来到六比三 陈梦的发球很赚 早田依旧发力 抢上手出现失误 早田放手一搏 发球第二板 直接拧陈梦反守卫 非常有威胁 比分七比四 早田凶狠的进攻 把比分追平 七比七 早田的对面 如果不是陈梦 这局就能被早田逆转 陈梦用落点牵制早田 又得两分九比七 陈梦发球已经很好了 还是被早田起板 反而造成陈梦反拉失误 比分九比八 陈梦再次出现拉球失误 双方打平了 陈梦开局五比零 现在被早田打平 早田的纠缠能力 也够可以的 双方又站至十平 陈梦发球 双方又形成多拍 双方的质量都很高 陈梦加质量 把早田逼退台 陈梦连续两板进攻 拿下关键分 11比10 早田发球 陈梦批早田反手 早田有准备 反拉陈梦正手 陈梦化解转进攻 拿下70分 12比10惊险 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 早田的正手 和反手起板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也给陈梦构成了 一定的威胁 不过陈梦 也是以旋转力量打天下 陈梦这局 又是一个 6比1完美开局 陈梦这局 没有犯上一局的错误 加强上手质量 早田不错 也还能扛几板 陈梦 10比4拿到局点 陈梦利用发球 接着反手 高质量快带 早田正手大脚 早田被动丢分 陈梦11比4 拿下第四局 大底分 3比1领先 比赛来到第五局的较量 双方再次陷入苦战 火花四箭 早田步步紧逼 陈梦加质量 比分3比4 陈梦领先 早田发球 控制陈梦打出落点 陈梦被调开 陈梦丢分 双方打成4平 早田打得非常凶 衔接也十分流畅 陈梦丢分5比7 此时的早田状态有些疯狂 凶狠的搏杀 平平得手 早田10比6拿到局点 陈梦发球偷长球失误 早田11比6 又扳回一局 双方来到第六局 不得不说早田的进步神速 能和陈梦一较高下 第六局开局 陈梦2比5落后 陈梦发球 陈梦直接上手冲早田反手 比分5比3 早田发球 陈梦主动出击 打出落点早田顽强抵抗 陈梦游刃有余落点不重复 早田无奈丢分 早田再次发威 把比分拉开7比4 陈梦打出高质量 还以颜色 又把比分追平7比7 陈梦发球 陈梦主动进攻 早田防中有攻 陈梦大意丢分7比8 陈梦发球 早田拉了一板 破坏了节奏 陈梦化解 早田又变现 陈梦丢分 早田9比7领先 陈梦关键纷纷敢于出手 又把比分扳平9比9 陈梦发球加转 早田果断起板 陈梦的球质量太高 早田失误了10比9 陈梦发球调动 早田突然袭击 早田反手 早田无奈丢分 陈梦4比2战胜早田 第二局和第六局 打得非常惊险 陈梦的抗压能力 还是非常给力的 这场球足以说明 晚间陈梦早田的比赛 注定激烈精彩 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喜爱陈梦 喜爱国拼的球迷看到 晚间精彩对决 我们下期见